画面中可以看到大批消防人员 赶底民宅 直见大量农烟不断从屋内窜出 烟雾弥漫在巷弄里 也让附近住户吓得赶紧跑了出来 还好起火的屋主跟女儿 两人都顺利逃出屋外 但也是被突如其来的火势 吓了好大一跳 屋主女儿连鞋都来不及穿 赶紧报案求救 为何会突然窜出火蛇 原来在5号早上9点左右 屋主在厨房煮菜忘了关火 女儿发现后赶紧灭火 但还是无法控制火势 赶紧报案求救 警销到场后发现屋内不断闷烧 窜出浓烟 立刻拉水线灌旧 还好火势在半小时后就被扑灭 其中屋主的女儿除了呛伤 也又遭到烫伤 送往基隆医院救治 至于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